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小巷平常不爬山也没啥动 没想到竟然登上5364公尺圣母风ABC图翻设字小巷 书网红小巷在YouTube拥有超过32万的订阅 常到各地去行并挑战自我的他 不做做的风格也受到大批重的喜爱 而先前才传出和男友老谢复合的肖 掀起热议 他近日抵达尼泊尔挑战登喜马拉雅 并强调不只是因为拍片而来 而是想知道自己多少能乃能挑战成功 为72天11晚的要爬到5364公尺 29日深夜终于宣布终于达成人最高里程碑圣母ABC 小巷22日宣布要登喜马拉雅山 展开为72天11晚的母峰ABC挑战 图翻设字小巷脸书 小巷22日宣布要登马拉雅山了 并抵达尼泊尔的路卡了 也是全世界最威的机场 全场跑到大概460米而已 跑到尽头是悬崖 面则是喜马拉雅山 飞机起飞后就只能拼命往飞 非常考验机长的技术 失败就会掉进峡谷货 到山壁 所以想攻圣母峰 先活着到鲁克拉再说 强调 不只是因为拍片而来 而是想知道自己有 上能乃能挑战成功 表示出发前去逛了一下灯 用品 全部买下来应该要58万 后来还是不争气 询问能否赞助 为72天11晚 要爬到5364公尺 小巷29日终于 在脸书P欧文 达成人生目前最高里程碑 圣母峰ABC 我是个平常不爬山 也没啥运动的人 更不用说高山训练 根本没有过 台湾百月前没爬过 只爬过玉山而已 八天多来 是身心理抗战 除了撑过漫长酷寒的夜晚 也要不断调整呼吸 昨晚甚至三四度突然因唤气不来而惊醒 一路上遇到好多人 也认识很多同天出发的人 但每一天每一天 当我在途中找寻认识的背影时 发现曾经打招呼的他们 为什么都不见了 疫情伙伴从四人变三人变两人 询问之下 他们都回 上不来 做直升机了 走回城了 没走过这趟 不会知道自己是否能课 高山正 今天中午十一 三十五 终于走到圣母峰ABC 当我坐在一 拿GoPro 爱哭鬼又开始边讲边哭 小象成功登上5364公尺 母峰ABC 没有试过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 翻射自小象脸书 小象指出 很多登山好手可能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我也只是到ABC并不是母峰宫顶 全台目前成功宫顶的 只有六人 在很多都唱衰 也觉得越级挑战时 我还是靠自己的双一步一脚印的走到了这 能够走到ABC 眺望世界最的山峰 已经是这辈子很大的里程碑 你没有事 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 最终我成功抵达5364米的ABC